大家好 我是黑童谷歌 欢迎观看我们这期的 卧龙苍天雨落的游戏视频解说 之前因为养病耽误了几天 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恢复了 我们来看这期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跳得甚好 包上鸣来 我们现在录这期视频的时候 游戏也进行了大版本更新 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在使用牙齐之后 消耗品道具会自动补充了 就是我们之前的弓箭丹药都会自动补充了 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就是丹药 丹药之前我们一般是不怎么用的 不过有了自动补充丹药的效果之后 我们就可以无限的使用丹药 然后可以一再开场就将这个士气等级拉得很高 如果再配合上这个五十散 这个死亡之后 不掉士气的这个效果 可以说是非常强力了 而且呢这两个道具呢 在这个体相扑都能买到 可他不知是如何想的 竟然独自闯进去了 如可否立刻潜入雾中 将红镜带回啊 大门的警备过于森严 但不必担心 藤曼一旦接触真气 就会快速生长 只需沿着攀爬上去 老朽去找找其他地方 红镜就拜托了 话说我们这里的话 攻击NPC会 会有个这样的动作 因为这个化解的时候 会有一个攻击判定 可以把周围的什么箱子呀 什么都破坏掉 虽然没有伤害 这关的敌人埋伏的特别多 我们攻击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右上角 这个察觉敌人的罗盘 注意把他们各个击破 我们这期用的一个主要的武器 是大杆刀 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拿的这个 关刀 不过呢 关刀主要是他的这个 单刺攻击的威力大 但是呢 他的出手很缓慢 属于重型武器 之前我们也说了 这个关刀是一把刺杀武器 非常适合刺杀 因为他的面板高 刺杀的伤害会高很多 同时我们配合灵溪数 在暗杀敌人的时候呢 可以积累大量的这个 大招能量 所以攒的就会很快 大招呢 也是受这个士气影响 当士气超过10的时候呢 威力会大增 我们现在是在梅雾这个城楼 这个高墙之上 是非常好的狙击点 借助右上角的这个罗盘呢 我们知道这些敌人的位置 可以先把他们都用弓箭 或者说是跳杀的方式都暗杀掉 这里呢 有一个算是陷阱性质的啊 当我们把这一个敌人干掉之后呢 就会看到远处那里有一个可以拾取的道具啊 但是冲过去的话 其实就会被偷袭啊 我们绕过来 这里有一个拿大斧的敌人 大斧的敌人呢 他主要是这个突进斩啊 突进的这个劈砍啊 拿着这个大斧 熟悉他的节奏之后呢 化解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我们拿的这个关刀啊 大赶刀也是属于重型武器 出手很慢啊 经常会被敌人躲开啊 用这个奔跑 起手的突进这个直刺啊 会好一些啊 但是呢 一般来说大刀的话 如果说是开场跟人对起来的话 经常会跟人对刀啊 就是你打到他 他也打到你 然后两边动作都中断 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很亏了啊 好 这边的敌人都消灭之后呢 从这边的房间可以进来啊 有一个箱子 这里是因为我已经解锁了 关二爷的这个好感啊 会掉他的装备啊 所以这里固定 每次都是掉这个青龙咽月刀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比较恶心的机制 就是这个敌人看 远的话他就看不到他了啊 靠近了以后才会看到他 这可能也是一种 电脑机能的一种节约啊 不然游戏可能会更容易掉针 这因为瞄准时候的晃动 出手一瞬间 这个这个奴剑的剑头晃了 打偏了 但是还是弓箭会比较危险啊 不过奴剑主要是他威力大 确保可以一击 一击灭敌啊 这边是到了城门楼 另外一片区域 下面又有两个弓箭手啊 不过呢 下面其实还有一个刺客啊 但是这个刺客 我们站的这个角度 他不会让我们看到 算是游戏的一种恶意机制了 因为另外一个刺客大概的位置呢 就在我们接下来这个 他旁边的这个木板上面啊 站着啊 距离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位置你就瞄不到他啊 得下去以后才能再打他 这个拿棍子的敌人呢 如果追着他打的话 很可能会被另外一个敌人埋伏 所以我们跟他打的时候呢 最好不要往前突太远 不要上这个楼梯啊 就把他引下来打就好 就是左边这个 这是一个拿直剑的敌人啊 拿直剑的杂兵 其实是最难对付的啊 因为他的招式性能很好 出手又快啊 而且会有各种各样的连招 以及还有他的5G啊 绝杀 因为他释放的这个杀招的种类比较丰富 所以有的时候会防不胜防 我们从这边的梯子爬上来以后 可以把刚才杀死的一个弩箭手和弓箭手 掉的这个剑剪一下啊 一般可以剪上两只 这还有一个 两只弩箭两只弓箭啊 反正我们消耗弹药的时候 是弩箭和弓箭都用一用 这里查上第一个牙齐啊 一般来说呢 现在就已经是做过牙齐 就会给我们把这个弩箭弓箭都自动补充 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 下面的这个刺客 然后有惊奇察觉的技能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附近有一个惊奇啊 右上角的罗盘可以看到 这个道具呢 只能从城门楼跳下来啊 才能捡得到 其他地方也跳不上去 不过在旁边这里呢 就会有一个惊奇 藏的比较深啊 下面这有三个敌人 呃 对付叫这个 这关其实对付的这种 一下子场面上比较多敌人的情况 还挺多的啊 这个敌人他虽然说是敲着罗啊 但是他不会把其他的敌人引过来 像这种情况的话 建议就可以放一个大招 我们之前准备的大招呢 就比较适合这种情况 就是 土星灵的这个大招 会召唤出很多的这个石损 然后呢 他撞上这个石损 会对他造成很高的伤害 如果说是我们的士气等级高于10的话 他会招出非常大量的这个石损啊 伤害 总伤害会很高的 兔子跳的方式 接近敌人的背后 因为跳跃落地呢 是不算做是发出身影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刺客 哎 背后这还有一个 他在翻 翻东西 躲在罐子后面看不到啊 离他太近了 还是直刀最好用啊 动作性的话 直刀是最好用的 因为他的性能很好 出手又快 然后又好压制敌人 然后呢 又这个攻击反击和气势伤害啊 还有化解的时候的性能也都很好 我们刚放过一次大招 所以我们现在 放上这个灵犀树啊 击杀敌人的时候 可以恢复比较多的 大招能量 还是直刀好用是吧 出手很快啊 适合于压制 这个双刀的刺客是比较烦人的啊 因为他 这个血量虽然比较少 但是他一旦攻击出手起来的 哗哗哗 一长串的这个连招 非常容易把我们打到崩溃 而且呢 这个啊 如果说是不熟悉他的攻击节奏的话 化解起来也会比较困难啊 他唯一的弱点就是血比较少 但是也不是那种两刀就能砍死的 这里有一个卫兵的手技啊 主要是他觉得这个吕布这个人很奇怪啊 这个 他明明在摸鱼 吕布却给他奖赏啊 这个 门卫啊 这个守卫是这么轻松的工作吗 他还产生了怀疑啊 所以说这个吕布 其实可能已经有了这个 刺杀董卓的心思了 这个 很多同学即使不了解三国的所有的故事 但是呢 至少对于吕布刺杀董卓 这个 吕布与貂蝉的这个故事啊 多少还是应该 有所耳闻的啊 毕竟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不过这个历史上 这个刺杀董卓的这个故事啊 确有其事啊 而这个貂蝉的名字虽然可能是假名 但是这个也是确有其人 不过游戏当中呢 这段就被 有了比较大的改动啊 就是这个说是这个貂蝉的身份啊 可能是 这个云金 红金 不是云金 红金啊 假扮的 也不能说是假扮啊 就是说这个貂蝉 其实就是红金啊 好 这片城区的敌人都清完了 东西也解完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翻到这边的墙头上面 下面呢那有三条狗啊 会比较难缠 我们刺杀掉一个之后呢 再用这个大杆刀 秒掉另外两个 这关的话 一下子 EV3的情况会比较多啊 要学会运用游戏中的各种技能和机制 像刚才的话 就是刺杀掉一个敌人的话 旁边的敌人会受到惊吓 会有一个亮抢 然后这里固定会出有一个入侵 这个人是叫董明啊 他是董卓的弟弟啊 跟着董卓一起风光的那种 也是拿大火啊 突进过来以后会经常 这个突进劈砍 还是很好化解的 如果实在打不过的话 我们用我们的大招 也会好打很多 直接招这个石损 要说他不好打的地方 主要就是他的5G 就是这个杀招的动作呢 不常见啊 所以一上来的话 可能容易被出现杀 不过因为我们穿的是重甲 防御力很高 所以说即使是出现杀 也杀不死 他中了我们的火属性 我们的武器是附带了火属性 并且装备上的词条 也全面的是 对于火属性的杀害 进行了增强 主要是针对董卓 因为后面要打董卓的时候 董卓是金属性的 而火刻金 好我们再次跳上这个城墙 这个城墙上面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边 这个墙那头是有个道具 就是这个金蝉的壳 如果说是不用这种方式跳上去的话 是返回到刚才的那个城门 大城门上面啊 看就是这个往下跳 可以达到 不过呢 图审事的话就可以从这个 不过跳起来难度也有点高 要卡的这个距离 距离卡的比较死才行 好我们现在呢 从这个还是从这个门进来 这里的话也是敌人配置的话 比较恶心 你经常是相互照应着 你打了一个的话 就会被另外一个人一起偷袭啊 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不过呢 明显游戏设计 有些敌人能四目相望啊 但是呢 却你干到一个的话 另外一个不会察觉啊 明显将他们的察觉范围 故意缩小了很多啊 以免使得玩家在这关的体验不好 如果不是说是这方面的影响的话 你经常会打一个敌人啊 就引过来一大群 然后这里的话就有一个奴剑手 非常的恶劲 我们前面在这个城墙上面的话 就看不到他 必须得要下来 他才会出现啊 才会夹在看到他 这里有一个大胖子 我们直接火複魔刺杀一轮 很快就可以干掉 旁边呢 又会有一个崖起 不过呢 我们先不着急插啊 现在插上也可以啊 没啥影响 主要是插上以后不要坐 不然的话敌人会刷新 这个狗先刺杀掉以后 旁边这个拿大斧的就会冲过来 不过这个刺杀的动作呢 有一点蛋疼啊 他会把我们的视角锁住 绝败攻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 虽然说是可以关掉啊 但是关掉以后呢 又会少一点这个刺杀的动作感 就很纠结 不过出于画面的表现啊 我还是保持的把这个刺杀啊 绝脉攻击时候的这个镜头锁定 还是开着了啊 虽然说打起来的话会比较难受 像刚才这样的话 刺杀的时候就不能注意观察 这旁边的这个大斧的士兵 他攻击我们的动作了 还要调整视角 这里会拿到一个五十伞 应该叫五十伞还是叫五弹伞 这个十多音字还念弹啊 这五十伞的效果主要就是让我们 吃用之后呢 下次死亡之后不会掉我们的士气 会让我们的士气继续保持着 来我们看这里有一个 拐角的一个刺客啊 我们先把它干掉 但是呢 旁边的这就离得这么近的人 他们都不会察觉啊 这 这两个倒是还会 这个手上虽然说是拿着这个炉啊 惊动了他 但是他敲锣之后 并不会把附近的敌人招来 就应该也是游戏原本设计的 就是啊 一旦要是让他被 让玩家被察觉以后呢 这个因为敌人这一代里面 其实追击的范围还是挺广的啊 摆脱不掉啊 会比较麻烦 游戏体验不好 所以我估计可能是把 出于这样的考虑啊 测试阶段 然后把他这种元素给砍了 好 这里有三个敌人会比较难缠 我们直接先刺杀血最多的那个大将 然后呢 直接招这个死损 让他们自己撞上来就好 剩下他们自己就都撞死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士气等级 已经超过了十 如果不够的话 可以吃个单药啊 提升一下士气等级 这附近的敌人就都解决了啊 这光是城门门口这块区域呢 差不多都占这个流程一半啊 主要是这里的敌人特别多 又特别散 进入这边的地洞呢 敌人就要少多了啊 而且也这个相互会照应的情况 相对要少一点啊 会好打很多 我们还是先用远程把一些能点掉的这些 会干扰我们的敌人先干掉 这里我们改用了 还手刀啊 因为其实这些妖丹兵族呢 看起来好像像僵尸一样行动 广卖 但是其实他们的出手还是很快的 用这个关刀 可能出手动作 没有他们快啊 靠近了以后一出手 然后就哎就被他 反而被对方给打断了 看这个后撤小碎步啊 这个卧龙里面有很多这种设计 看起来他行动缓慢 但是一旦他动起来的话 花花特别快啊 都可以把你的招式很多都可以躲开 继续往前走呢 又有一个牙齐点 刚才上面明明那么多敌人啊 占我们的张级篇幅有一半啊 但是呢却只有一个金旗和一个牙齐啊 有点离谱啊 但是呢到地下以后呢 这个就多了起来 这关的关卡设计是真的有点难受啊 前面的话又因为会有很多的奇数啊 什么什么都用不了啊 秒敌人很多都靠是这个远程弓箭啊 好 这边的话敌人解决了啊 但是没有什么道具 我们从这里的话岔路走右边 这里会有几个牢房 我们从右边的牢房 绕开前面的这个腰单降帅 这里有几个腰单行尸 先把他们干掉以后呢 差不多这个降帅 他就绕了 可以绕到他的背后了 起身前再加一个 伤害很高 本身又是火焰 应该是慢慢也能烧死 不过火焰的DOT伤害频率有点低 不像人王里头的那个伤害那么高 哎呦 硬直 里面还有一个啊 里面三个火鼠啊 所以直接冲进去的话不太明智 在门口我让他察觉引出来会好一点 可以利用他来回个血 哎呦忘了放这个 先放一个射火树 这里也有个岔路啊 这里有一个 然后呢 红红的这一个 然后右边有一个岔路 右边一个岔路呢 会拿到一个道具 不过小心会有拐角一个腰单降帅 拿关刀打他的话会有一点点麻烦啊 虽然同样是拿的这个大杆刀 但是呢 他的攻击速度要比我们快 出手要比我们快 所以其实用还手刀来打会更好打一点 乱舞 一通乱舞 这里主要是会拿到一个文件啊 狱卒的手记 狱卒手记 他主要就是讲的这个董卓的残暴啊 就表示董卓这里的暴虐无度啊 与其被这个董卓折磨死啊 不如直接吞下丹药啊 吞下丹药变成妖怪 好 接下来这个地方啊 我看到有很多这个红色的这个触手 这种地方一般就是说妖气会比较浓重 游戏里面少有的 应该怎么说 就是场景叙事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 少有的能在游戏当中 场景叙事会表达的意义会比较明显啊 这算是一个 听不听一下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地方 因为场景叙事里面都做的不是很好 这里的话场景叙事是做的相对要 看得要明显一点 看底下有很多的人 然后有几个台子 因为就是这些人的这个 不知道是他的蒸汽被吸干了 还是说是拿他们用来做这个丹药的实验啊 把丹药给他们服用啊 总之呢底下会躺着有几个腰丹的这个冰族 但是呢有一个人看起来像是蒸汽被吸干了 然后一旦靠近以后他就变成了灰尘了 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元素 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的这个罗盘 红点非常的密集 但是实际上敌人并没有这么多 因为这个罗盘显示的敌人呢 是没有上下的啊 因为上层其实有很多敌人啊 下层的话这些敌人叠加在一起 就觉得好像会有很多人 这里的一个惊奇 我们查上之后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下面呢会有一个腰单将帅啊 是围着这个四方形这个区域呢 进行着巡逻啊 所以我们最好先把这个巡逻的干掉 不然的话在打其他敌人的时候 他可能就正好就巡逻过来了 确认了确认了一下他的位置啊 可以先把这边的这个还是引过来吧 他和旁边这个腰单将帅挨得有点近啊 引过来先干掉 然后再是另外这一个 虽然说是有一个在巡逻 但是呢他刚离开这 所以要过来很长的时间 足够我们把这个将帅干掉 这个不太好刺杀 因为他头顶的这个区域会把我们挡住啊 跳不到他的头顶上 所以经常刺杀会空 这套爽 还手刀就适合在他的攻击间隙里面啊 偷他一刀 然后恢复大量的这个气势 呃士气气势应该是 把中间中间的这几个 腰单冰族干掉 哎他俩不过来 好巡逻的正好也绕一圈绕过来了 这里有很多的熊胆 熊胆的这个道具我记得是使用以后 一段时间内会使得我们通过攻击 啊还好他不是突进的招式 这有一个拿大锤的 看能不能给他来空中刺杀 好这块区域就全清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里的话又会有这个猪婆龙 就那个大鳄鱼 我们先把他秒掉 他的血量不厚 虽然说他是土属性的 但是呢火对他的效果也很好 嗯 这边先把这个道具拿上 不然的话还得要再跳下来 是一个龙脉精华 可以提升我们的龙翼之狐的恢复量 然后这里的惊奇茶场会满血 我们用我带火焰属性的附魔 跳下去刺杀的话 再补一刀啊 就可以秒杀他 他的血量本身也不厚 好解决 这里显示为黄婉报仇啊 他是这个东汉末年的一个文官啊 你这个 虽然说是在那个时候期间是为董卓效力 但实际上呢 他是和王允一起密谋刺杀董卓的人 不过呢 他死应该是在这个董卓被杀之后 这个李爵和郭四入侵长安的时候 被关到狱中死的 确实也是死于狱中 不过这个时间点好像不太对 我们刚才旁边的一个房间拿到了宝箱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灭铁兽 我们换一下看能换什么视频 好像也没有什么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词条 然后呢 从这边过来的话会有一条进路 和刚才的这个 牙齐点啊 就打通了 现在的话地下区域的话 我们还剩一个惊奇啊 继续往前走 从右上角的这个罗盘上可以看到啊 本关的最终boss其实就在我们的头顶啊 一直是在这个地形里面绕 这一个很长的一段洞穴啊 穿出来以后呢 从这个梯子爬上去的话 就可以从这个洞穴出去了 不过呢 这里还有一个惊奇 我们先从这边上来以后 这边有道具可以捡 道具如果说是特别重要的话 可以特意强调一下 但是确实不是什么都值得拿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可以反复刷的关卡 这里得不到的话 其他关卡也可以得到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三品柔格啊 以后如果说是要缺给装备升级的话 那就反复刷这关啊 哪都能拿到啊 倒也不是说特别重要 这个腰单降帅 拿大锤的这个是比较难缠 主要是它的这个锤的判定 化解起来会不太舒服 不像那个拿大杆刀的那个 好 看到它以后反回来 这个洞穴的尽头啊 有一杆 金旗 现在是四个牙旗四个金旗啊 上去以后还有四个金旗 还有两个牙旗 从这边上来之后呢 又是一片相对来说比较恶心的区域啊 就和我们刚开始沉门 刚进沉门那块一样啊 这些敌人特别数量特别多 然后相互都是会看着啊 不过比那个时候就要危险多 那个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容易察觉 这里的话主要好多会躲在笼子里 如果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右上角的罗盘啊 侦测敌人能够注意到的话 还是挺危险的 这边的话牙旗插上啊 前面的话就会有这个好多刺客 会有非常多的刺客啊 都躲在竹林里面啊 能刺杀的话就刺杀掉 这个距离有点远 哎呦没跳上去 先把他点燃了再说 右边还有一个 这个倒不是刺客了 可以 已经察觉了算了 他咋不直线走过来 还绕个圈子 把我们这个招这刀躲开了 经常会有一个打法 就是呢 前面有一个小兵 他一般会直乐乐的冲过来嘛 我们就可以先丢一发飞刀 然后呢 直接放这个 杀招技能 这样他冲过来 正好一刀就给他撞到了 哎 怎么回事 这个奴剑 经常会一出手 然后就往上偏 就不像人王里面的那个 那么好用啊 你说是后座力上移吗 这个 反正很奇怪 这是拿大斧的 哎 怎么又用把龙玉之狐给用了 这个其实挺讨厌的 就是他的这个复仇 因为这个骑子插的到处都是 有的时候一用 一按下这个 骑术的这些按键呢 就很容易触发 然后就消耗一个龙玉之狐 然后有的时候 如果说是战斗中的话 就更难受了啊 会打断我们的动作 这个刺客躲在树林里面 其实呢 这样打起来的话 还真的挺难受的 因为敌人各种藏在各种树林里面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方式一网打尽 或者说是 如果说我们被敌人察觉了 然后逃跑的过程中 引了一大群 模拟一下这个情况啊 比如说我们在树林里面乱窜 就会有些这个刺客 追着我们打啊 比如说这两个刺客了 但这种时候呢 就非常适合于我们来 召唤神兽来解围 招出这个石损柱 然后呢 他们只要靠过来 就会把他们撞飞 而且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刺客的血量很少 被这个石损的话 经常撞上一根 就直接给他秒了 就用这种方式解围 如果说是在这里不幸 被这些刺客围了的话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先飞刀引过来 然后直接大赶刀 放技能 让他自己撞上去 撞上技能 杀招技能 这个树林里面 有一个道具 但是拿不到 得从外 这个旁边的宫廷 走廊绕上去 会比较麻烦 我们先来这边 从这边上去 这有一个刺客 可以不打 但是呢 旁边会有一个文件 有一个书简 刺客还是用还手刀 会好打 哎呦 放了个杀招 就是这个五级日记 这个上面说的就是宫廷里面的武女 他说的 就是说新来的貂蝉的人 主动要求站在最前列 成为董卓的焦点 他们是不愿意成为董卓的焦点 被董卓看上的话 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所以说他也担心这个叫貂蝉的人 我们也知道貂蝉是故意要引起董卓的注意的 是属于这个网语的连环字 不过呢 游戏里面呢 他主动接近董卓呢 是为了调查这个丹药的下落 还有呢 就是 就之前他说的 不是之前说的 就是之前注意到吕布 似乎是他认识的人 也是为了接近吕布 好 这个走廊尽头 就是刚才这个竹林 里面的这个道具呢 是龙脉金石 可以提升我们的龙玉之壶的使用次数 我们把之前的龙脉金华也一起用了 这里的话 现在就没有敌人了 刚才的亭子里面的这个金旗 我们也插上了 继续往前走 现在还差三个金旗和一个牙旗 这边城门下去的话 有道具 这边就有一个金旗 不过要绕一大圈才能拿得到 然后这里的话会有一个巫师 先把它干掉 回头这边呢 也有道具 不过呢 好像不是很重要 好像是蒸汽 白马将军 是一件装备 这边的话又有一个腰单将帅 是拿大杆刀的那种 这个打起来很舒服 他原先在12版里面出现 打起来还挺难打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 化解难度很高 他出的招式很难化解到 再往前走的话 就是绕回到我们最开始的地方 看又见到了这个城墙 附近没有什么道具了 游戏没有察觉物品的罗牌 就只有察觉敌人和察觉惊奇 人王里面的那个察觉的东西就很多了 什么东西都能察觉出来 察觉那个叫木灵 察觉可失去的道具 察觉箱子 什么什么东西 好多东西都能察觉 看这我们就绕回来了 城门楼 这都绕回来了 旁边的话有一个单向的门 从这侧开启的话 就是我们之前插的第一个牙旗 这样就算是一条进路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不过往前走之前 这里有一个岔路 会有一个刺客 而且还有一个大宝箱 我们可以看他 如果让他出手开始攻击的话 他的招式连招式非常多的 经常会打的人没有还手之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动的去压制 那边还有一个城墙上还有一个道具 还有刚才的宝箱也忘了拿是吧 算了再绕回去太麻烦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再往前走呢 又是这个风吸 这个风吸游戏里面说是被这个董卓饲养的 之前的是张宝 有饲养一只 作为一个防御的门神 如果现在打他的话 这个场景比之前的要好打的多 因为其实要开阔的多 而且我们现在有这个棋树啊 什么什么的 打起来会好打很多 就招土麒麟 那个石损的话 他一对猛子撞过来的话 撞上这些石损啊 造成的总伤还是非常可观的 总之就是非常好打 随便打了 哎呦 压杀 我是跳开了是吧 因为视角看不清楚 我连自己在干什么都看不清楚 压杀 哎呦 没化解 化解掉 他现在是中了图属性的debuff状态 图属性的debuff状态的话 会减少他通过攻击获得的气势 然后增加受到伤害啊 受到这个气势伤害量 我们之后打董卓的话 也需要用到图属性 因为董卓的这个攻击 获得的气势特别多 可以有效的压制住他的这个优势 好 我们插上这根牙旗 这是最后一根牙旗 然后呢 就是我们前面在这个城墙上面看到的 有一个金旗 好 我们先在这个时候用奴剑啊 把这里有一个刺客先给他干掉 不然他他会在那边埋伏着 反正这个角度比较合适啊 先把他干掉 然后呢 从这边 把这里的这个金旗拿上 然后返回去的时候呢 从这边跳下来啊 跳到这个城门上面啊 有道具可以拿 虽然也不是什么重要的道具啊 四品炼钢 后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是属于NPC的这个奖励道具啊 可以注意拿一下 我们现在到这个 宫殿的另外一侧啊 有另外一个金旗啊 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了啊 从这里的 树须这里跳过来 可以先把它插上 然后这里又有一个火鼠 可以高空刺杀 不过呢 他是火免疫的啊 所以附上了火鼠 现在对他也没有效果 我们这把大杆刀 也是自带火鼠型的 然后这边过来呢 先把这里的 另外一个小的火鼠干掉 然后会有一个 猖鬼在这里巡逻 我们用飞刀 把它引过来 先把它干掉 先把巡逻的这个干掉 猖鬼的气势和血量 都是非常高的啊 但是呢 火焰属性对他的效果非常好 不过我们的这个还手刀 是不能 这个自带附魔属性的 因为他 这个本身的是攻击磁条 攻击磁条只能带一个啊 属性攻击磁条就属于攻击磁条 昆皇化即 诶 居然没有出 绝脉攻击 这边还有一个是 睡觉中的老虎 起前准备好的话刺杀可以一击秒掉 附上火属性 这边上面会有一个妖丹巫室 我们用弓箭看能不能给他秒掉 然后上面的话还有 被他们察觉的话 从高空射箭的话就会比较困难了 就趁着没察觉的时候 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刺客 他这里视线倒是挺好的了 这个距离还会察觉到我们 他就是在拐角等着我们 应该是走到位置他就会出发 游侠双剑 游侠双剑也还行吧 然后把这个大老虎给他刺杀了 然后呢旁边的这个屋子里面有一个大宝箱 里面是一个妖丹将帅 我们用传手刀来打吧 1234567 还是一个这样的节奏 门虎进甲 然后呢从这边可以跳上去 跳上去以后呢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这边 这边的话会是一个 不算是关键道具吧 就是那个NPC奖励道具 这个金蝉之鞘 然后从这边过来的话 就会是最后一根金旗 我们前面用远程的方式 把这里有一个刺客 先点死了 从这边爬上来 这最后一杆金旗 查完这杆金旗 我们就要去打boss了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 我们的牙齐点 这里我们升级的话 为了克他的金 所以我们可以都加火 我们的武器是 用戏用还手刀 还手刀 不过他本身不自带附魔 所以我们自己要给他附一个 董卓非常容易被附着上火属性 但是火属性对他仅仅是 这个伤害效果 在他转二阶段的时候 可以打一波土属性爆发 让他中土属性 这样他对我们造成的气势伤害就会低 然后自身恢复的气势也会少 并敢打扰撒家的宴会 接下来就有你的惨叫 董卓主要是他的这个化解快慢刀之后呢 容易连续中他的其他招式啊 重点是在化解的时候最好向他侧面的闪避 即使没有化解到的话 也可以躲掉他后续的攻击动作 他很多攻击动作都是直线 而不是直线的这种横扫挥舞的话 又比较好化解 稍微熟悉一下之后啊 就可以很快的把他的这个气势打空 尤其是他在放出那些白给杀招的时候 一般他的杀招有三个啊 一个是冲击波 一个重劈冲击波 还有一个呢是投技 投技的话拉开距离会更好一点 还有一个是跳坯 跳杂 跳杂的话只要看他跳到最高点的话 就可以开始进行化解了 半血之后的二阶段呢 先给他附上火属性 然后呢 再放一个土 在这个状态下的话 他本身会受到这个火焰的这个跳伤的同时 然后呢 他对我们的攻击恢复的这个气势也会少 他虽然攻击会很猛 但是呢 因为猛烈的攻击也不能让他获得太多的这个气势恢复啊 所以的话就等于是减弱了他这一优势 我们就正常打就好 哎呦 这个拉开距离啊 白给 主要是他的二阶段攻击频率高了啊 用图属性克制让他不会恢复那么多的气势 自从在虎牢关见到之后便久久缭绕于我心头 我怎么可能会忘记那背影呢 兄长 你为何 为何会和董卓在一起 你认错人了 吕不 吕不 有刺客 刁蝉 你来的正好 你也来保护撒家 竟竟在此时背叛撒家 好吧 好吧 担药是你的了 吕不 陈卫兵没来先离开 兄长 别管我 张辽 带他走 请回吧 等等 兄长 兄长究竟打算拿丹药做什么 在下 只是听从吕将军的命 请我这边 谢谢你 又欠你一个人情 我至今为止一直拿捏不定 但现在 终于确信了 遥想当初 兄长不辞而别 我一直苦苦地追寻着 他的背影 他究竟为何而渴望担药 若不查明真相 便无法回到曾经充满笑声的日子 见到你冲破邪气的黑暗 勇往直前的身眼 令我 下定了决心 即使 要与兄长刀剑相向 因为能如此质问兄长的 也只有我这个妹妹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杨伦固执这一点 就算是和兄长相比 我也不会让步 好家伙 有情人忠诚兄妹啊 好吧 那么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